记者杨国文台北报道,科技公司负责人庄景中九架闯红灯, 撞死早起晨云的李富, 曾入围巾中将戏剧节目编剧讲的李富小女儿和子子发挥大爱, 捐赠一组自动心肺复苏机给台北市消防局, 完成母亲医院, 另也对庄男提告, 高等法院任庄男不顾他人生命安全, 九架闯红灯照是害命, 恶性重大,今仍判庄男需赔偿1018万余元, 庄男,54岁,是汉红净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, 去年4月2日清晨5时许久后开车行京新北市板桥区渡行路, 存得接口, 闯红灯撞死早起晨云的68岁李富, 撞飞20公尺惨死, 庄男撞到人不但没有立即下车查看, 还往前开了几公尺, 被四名目击学生拦下, 警方实施酒测, 测得其酒测值0.59毫克, 被依公共危险罪罢办高院将庄判刑4年6月, 据料, 庄男不知悔悟, 两个月后再度酒驾, 另被台北地院依公共危险罪判刑4月, 两酒驾案被合并定执行刑4年8月确定, 死者李富的小女儿与袁袁目前从事编剧工作, 曾入围巾中将戏剧节目编剧讲, 他停讯告诉法官, 因父亲二十多前过世, 他与子子跟母亲相依为命, 事发前还约定要一起到日本旅游, 泡汤, 无奈这个小小心愿却遭装难催, 李富生前就想捐赠救护器材给消防局, 姊妹俩于是捐赠一组自动心肺复苏机给北市消防局, 完成母亲医院, 姊妹俩令对庄男附带民事求偿, 痛批庄在案发后仍戏笑面对原警及家属, 制作笔录时甚至一派轻松与有人见聊, 令被害家属无法接受, 李富的两个女儿主张, 扣除两人已领到的强制险各一百万元, 庄男应赔偿两人精神未付金等各五百零九万余元, 共一千零十八万余元。 庄男则主张, 余元元在禁局作笔录时曾表示母亲罹患鼻烟癌, 因此希望法官决定赔偿金额时, 考量李富生前身体健康状况, 一指应该着简, 高远认为, 李富的两个女儿居然丧母, 顿失母爱, 精神痛苦置身且聚, 沈卓受害程度及双方经济状况后, 维持一审见解, 判装男需赔偿礼付两个女儿共一千零十八万余元, 可上诉。